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是泡了一个颠红 颠红的是云南的红茶 对 云南的全花酵红茶 那这一款茶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款茶是我专门定做的 是用古术普尔茶的 液底做的颠红 然后红茶我们说了 红茶有暖味的功效 但是红茶的暖味 只能停留在胃里 它动不起来 没有足够的力道动起来 所以用古术普尔茶 我们说知道古术普尔茶 的树林轮故 所以它能让你在胃里 茶汤在胃里 慢慢地流动起来 那假如说我们胃寒 或者是胃凉 吃完东西消化不了 它可能有足够的力道 让你往下排 是因为你这样跟我说了呢 有个心理暗示呢 还是它真的有这个效果 坦白说我喝完这个的时候 我的确觉得 我的胃里面是比较暖和的 这个我太容易受心理暗示了 这不行 这很容易被暗示 但是暗示也没什么 如果一个人每天对你进行 良性的心理暗示 梁东你好帅 梁东你好聪明 梁东你好仁慈 梁东你好有福气 说多了之后 你也觉得他真的很可爱 所以我们以前 总是鄙视那些逢人就说好话的人 说这个人很狗腿 其实我后来发现 这种水喜赞叹 是一种很伟大的人格 没错 为什么你不能让人家说好话呢 是吧 为什么你不让人家反省呢 对呀 反省往往会带来更多的东西 是 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 他一看一个东西 总能从一个色里面发现问题 而有些人呢 总能从一个色里面 看好处 发现好的一面 对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心智 没错 这就是一个 每个人对这世间观不一样 然后他看待问题 完全是不一样的 假如说 这个布 我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这个颜色 还有这个款式很漂亮 那我可能就心生翻喜 翻喜以后 我泡茶 整个就是喜悦的 但我就说 这个茶净不好看 我脸就板起来了 那这时候泡出来的茶汤 我的心是不在茶上 我就纠结这个茶净 我要不要放一块 那纠结在这 那这茶汤可能就 喝起来就苦的 色的 茶是也有生命的 你给它什么时候 它一定会给你什么 是这样的 就像小孩 就像小孩 是一样的 就是有一些人 真的他是很纠结 我有一次和一个处女 做的男人吃饭 他不小心 滴了一滴那个油 在袖子上面 我看他整晚吃饭 就不断地拿那个 湿的毛巾在擦 一会儿又去洗手间戳一戳 没洗干净 你会发现 他一晚上 第一 他已经没有一个 享受美食的过程了 第二 他无法真正地享受到 大家聊天的愉快 第三 他的这个东西 会纠结到我们 让我们那一顿饭 也被他的那滴油 牵进去了 对 其实后来发现 他跟处女座 没有太大关系 对 而是说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会被一些 不重要的事情 搞得很纠结 没错 而忽略了今天 最重要的事情 对吧 已经有了油汤了 怎么办呢 对 难道你就不活了 他真不活了 他真的 他就不吃了 你知道吧 但其实你还是可以吃的 没错 所以我们就说 有的时候 我们不管在任何条件下 都可以泡茶 不见得说非得要这块布 不见得非得要茶盘 那我们可能只有一个盖碗 一个宫道杯 我们同样能泡好一泡茶 那也有的时候 我们就甚至没有宫道杯 我们只有一个盖碗 几个杯子 那我们也能同样泡一泡好茶 那我们就说 心不要为这些东西去挂碍 小小的一泡茶中 蕴含着诸多古代心学之理 泡茶是心无旁骛 则茶正心正 若心有挂碍 则茶必苦心必泪 既然茶道的至高境界是 随心而动 随遇而安 那么为何在茶道中 又有种种繁文乳结 甚至喝茶用的碗 泡茶用的水都需有 不同的讲究与说法呢 上次我们采访 这个曾维范老师 他也特别强调水的作用 也强调了这个器皿的作用 你怎么看不同的器皿 比如说有一些古瑶 它可能泡的这个茶 就好喝一点 或者味道就不太一样 你怎么看这个 是有这种情况吗 也有这种情况 我们茶院是 每一种茶会用不同的器皿 那现在红茶呢 我用青瓷 青瓷是激花茶性的 是这样 然后我们在我之前 对茶的研究的时候 我会对每一种市场上 能见到的每一种水 泡一种茶 得出的最后的结果 完全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 就像说我们经常的 就说很多人 现在慢慢地开始喝盐茶 大家会经常去买 那个某某牌子的水 觉得这个水泡盐茶 某某三全 对 这个水泡茶很好喝 但是呢 很平和 它这个水适合泡 所有大众的茶 那我们一定说 中国有句老话 陆香水俗 当地的所有的东西 一定适合当地的水 就像茶一样 我从五一山 我去五一山的时候 我会特意 从五一山的九曲西边上 剪一块石头回来 放到我自己的水手泡里边 泡出来 因为那个石头有矿物质 它激花水性 泡出来茶滩就觉得 完全是不一样 有点意思 很简单地就能做到 有的时候我们说 去当地 不习惯它的风土 就这些 有一些东西会去当地 吃完这些东西 我会穿渡 我可能就 我们大家脾胃可能不好的 到当地一吃它的东西 就脾胃不合 水土不服 对 水土不服 也有的可能就会愣床 睡不着觉 当你到当地用他们的 就经常我们讲了说 今天我经常 每天都喝这泡茶 那我可能会带这泡茶 去到当地 第一个到宾馆 放下行李 接他们的自来水 一定是接当地的水 烧一壶水 泡一杯茶 经常喝的茶 一喝 让他就是 互相认识 对对对 让我们的身体去认识一下 这是我们到另外一个 拜了码头了 对 我们拜了码头了 让他去适应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起码它是一个自我暗示 对 没错 就你这个东西自己相信了 最后也挺好 是吧 很舒服 现在西方医学也是 因为它没有 它没有对身体 没有什么害处 对 没什么坏处 对 那就可以去做 所以就是水和气泥这些东西 信者有 不信者无 但是信它也没什么坏处 挺好 你为什么不能相信 对 假如说我们有这个条件 我们去追求一个 纯正的台湾的卤窑杯 或者是河南那边的 正宗的卤窑杯 那可能一个杯子好几万块钱 但是我觉得 我有这经济能力 我买得起 那我觉得喝它挺好 这个杯子能激发茶信 但是假如说我没有 那我可能就拿一个玻璃杯 那我一样也能把这个茶喝得很好 泡茶有很多门道 过多追求茶道的细致末节 追求到的只能是茶道的形 而绝非茶道的神韵 关于这点梁东有他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 喝这一泡颠红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那种微微的那种汗 对 微微的冒汗 有吗 对 没有错 这种感觉很像什么 很像站庄的时候出的汗 就运动的时候我们会出汗 对 对吧 但是你完全让自己定在那里 就这么站着 把持着 把站一个庄宫 还是会出 那个汗 它跟运动那个汗不一样 完全是不一样的 它是慢慢渗出来的 对 是从毛细血孔慢慢地出来 慢慢地展开 慢慢地出来 而且你要站一个小时的话 那个出很多汗的 你昨天有在站庄吗 对 我昨天去那个陶子老师的茶室 做前期彩排的时候 陶子老师和几个文艺女新年 在讲究竟站庄的事情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个文艺女新年明显变瘦了 就是因为站庄吗 对 站庄不是说减肥了 是身体肉紧了 我昨天也跟他们学了 我说因为我最近就是胖了一些 然后我就觉得下不去 我觉得很难受 然后我觉得我的皮肤 整个变粗糙了 最近呢 站庄 然后通过出汗 然后慢慢地 我觉得我自己的皮肤 慢慢地在紧 就没有小肚子了 有人跟我说 他说 其实我也是我自己的观点了 我接触了那么多老师 各种针灸 各种拔罐 各种药 各种什么 我认为站庄是第一法 没错 而且甚至我个人认为 站庄比盘腿座还要好一点 盘腿座有些人 他跨骨 他动作不对 他跨骨是歪的 对 很容易那个跨骨扭到 但是站庄呢 就比较 比较 比较好一点 而且站庄的时候呢 你的腰啊 是往前顶的 就是往肚脐的那个方向去 对 你腰的骨头啊 是往前的 这个呢把那个命门就合住了 大部分的 我们平常的状况呢 我们腰都没有合住 都是松的嘛 对 都是松的垮的 对呀 你想想看嘛 当我们还是趴着的动物的时候 当我们的脊柱和地面平行的时候 那个脊柱的一个地方 是塌陷下去的 没错 所以那个是符合一个动物 一个具有爆发力的动物 它应该的一种状态 我们叫天真的状态 现在当我们人直立行走以后 慢慢地失去了 就失去了那个张力 到那个爆发力 到那个爆发力了 所以它就命门的阳气就卸掉了 以前呢 有老师跟我讲过这个事情 我不在意 现在我后来发现说 如果你真的不能站庄 站得很挺的话 或者就把那个命门锁住的话呢 你就像蛤蟆弓一样 就是地上别太冷 拿肚子贴的 像蛤蟆一样 就那个贴贴的 当你肚子贴的那个地上的时候 当然地上不能冷 挺暖的 没错 你的脊柱就是弯回来的 我其实不瞒你说 我在做这个做茶的节目的时候呢 我内心里面是有一种纠结 那通常的电视人呢 会追求一种电视的热闹感 但是呢 茶呢 是反热闹感的 所以我一直在想 静下来 对 我也想说 如果按照我们平常喝茶的状况呢 今儿这期节目就别看了 两个人慢动作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之国学堂 稍后见